大家好,我是Den 不只是我们连拿下美国皮肤部的哈板一位的著名rapper李伍吉伯特跟歌手凯伦特 也因为尤家庆古的解散而傻眼了 5月21号,李伍吉伯特在自己的Twitter留言尤家庆古后 加上了伤心生气的表情 甚至也把自己的头像换成了小女友们的团体照 接着凯伦特也在下面留言太突然 并在自己的IG播放了小女友们的歌Only One 然后不停地喝酒 而在歌曲结束后就关掉了直播 间接地表示了自己的遗憾 其实这位曾经拿下皮肤部的哈板一位的歌手李伍吉伯特 是从2015年开始的出道粉 所以跟我们一样 对于这次突然的解散应该会觉得非常惊讶 这位是真body 真的后期是怎么喜欢上英文歌词不太多的有点轻骨 哇,第一次看到海外顶尖艺人的头像用韩国爱豆的照片 凯伦特非常忧郁地播放女友Only One歌曲后喝闷酒 真的只是听着歌喝酒 歌结束后就直接关掉了直播 跟我现在的心情一样 现在全世界粉丝们的心情应该都是一样的 今天5月22号 是小女友们官方正式解散的日子 希望六位仇人们都能在各自的地方走花路 也希望会有奇迹发生 下一个消息是 参加杰西卡生日的亲女 5月21号 杰西卡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庆祝生日的Vlog 当天包括妹妹克里斯特 杰西卡收到了很多亲友们的生日祝福 其中最后一位亲友 虽然在影片里没有公开名字跟全部的脸 但是因为在字幕里使用了妮妮这个称呼 而且也露出了一点点的普通 再加上这位妮妮又非常流利的英文 跟杰西卡谈话并教她是姐姐 所以大部分的网友们就猜测 这个人就是PlayPink的千尼 哇 跟千尼关系好 好神奇 咳咳咳 竟然是千尼跟杰西卡 漂亮又有能力的孩子们关系又好 咳咳咳 两个姓千尼人关系好 好神奇 希望两个人的友谊 一直好 下一个消息是 昨天公开兴趣波特的庞摊送箱单 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在全世界101个地区的iTunes拿下了一位 而在YouTube公开的MV不到一天的20小时50分钟 就突破了一亿观看次数 打破了Dynamite的24小时27分钟 成为观看次数最快破1的MV Dynamite的记录 以为短时间内视无法打破 没想到竟然做出来了 打破旁摊记录的旁摊超帅 不是粉丝的我也觉得波特这首歌非常好听 虽然旁摊送箱单的所有歌曲 对于粉丝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但是这次不只是把粉丝阿米写进了波特的歌词里 甚至在MV的后半部 成员们用身体拍出了阿米的字样 传达了旁摊对于粉丝们的按 然后V一个人在电梯中按A了 从地下朝A楼上去的这个片段 也是代表着彭摊对阿米的热爱 彭摊又从地下走到地上的阿米身边 所以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